说起汤维,自2007年凭借色界大放映彩后,他成名之路中短暂的辉煌时刻便迅速暗淡 正如他形容自己像上阵A股,疯狂地冲到了历史最高点后,稀里哗啦地崩了盘 此后再经历了舆论和行业的双重风沙,卖身又卖意的英国流血 辗转于香港内地的付出之路后,2011年,凭借参演由韩国知名导演金泰勇指导的晚秋,他终于重回舞台 汤维靠着自己精湛的演技,一夜之间红遍了韩国的大街小巷,并被封为韩国全民女神 汤维通过该片获得第47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韩国三大奖历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外国女演员 在与导演金泰勇合作的这段时间,汤维与他之间也产生了情愫 金泰勇的身世与暖心像一颗良药,抚平汤维的内心和过往 两人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相互的携手,最终于2014年婚姻里程 并且在2016年喜欢爱女Summer 汤维的演艺生涯经历过高光时刻,也经历过低谷期 但他从未放弃过任何机会,也从未在意过别人怎么看他 只因为他热爱演员这个职业,也热爱电影这门艺术 即便当时面临被大多数人抵制诋毁,他依然能笑得像个孩童一样 他像一颗天然的珍珠,让人感到轻松和温暖 作为汤维的丈夫,金太勇也免不了被媒体提问到汤维的过往 当媒体问到金太勇对汤维的看法时 金太勇回答,我很佩服汤维,为了电影的牺牲精神 他对汤维的事业表示理解和尊重 他认为妻子是一个好演员,这对于汤维来说就是巨大的欣慰了 在百花盛开的娱乐圈,汤维的长相虽并不属于一个抬手一个回眸 就能够惊艳观众的那一类,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 他的美仿佛一壶深埋在地下的女儿红 一开始并不见得有多惊艳,但随着时间的打磨 他越来越耀眼,越来越唇相似意 韩国人评价汤维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他的长相没有什么攻击性,有一种虚无缥缈的美感 是韩国人喜欢的那种类型 又加上汤维不服于表面的演技 在韩国人心中,汤维已经是女神的存在 韩国人对汤维的偏爱还表现在 夸谁长得漂亮,就说你长得好像汤维 其他外国明星久居韩国,不会说韩语,必定会挨批 但汤维下给金太勇,韩语依旧说的不怎么好 韩国人的态度却是美女的事,你少管 汤维虽然在国内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但在国际上,也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再加上由丈夫金太勇的锦上添花 由今,汤维在韩国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 近日,汤维主演的韩国电影《分手的决心》 该片也入围了第75届嘎那电影节主进赛单元 据悉,本片《决心分手》将举逐本次嘎那电影节的金松驴奖 要知道,嘎那红毯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的 很多女明星为了上嘎那红毯,抢得头破血流 甚至不去丢弃声誉,去选择去蹭红毯 而汤维作为中国女明星,能够出现在嘎那的红毯上 说明汤维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但他出现在红毯上的那一刻,就成为了红毯上的焦点 所有人都驻足拍照 一身香槟色分底定制礼服,头发青丸,淡妆亮相 气质和状态都超好 汤维时不时的与红毯边上尖叫的引迷挥手 然后向摄影记者们秀出优雅和自信 不过当他抬手的那一刻,尴尬的一幕却发生了 由于当天的气温很高,汤维的礼服是断面材质 所以导致汤维裙子的腋下被汗水打湿了 印在裙子上简直不要太显眼 不过因为有无数的摄影师和影迷都在现场 所以汤维也是举起手臂打起了招呼 丝毫顾不上腋下的尴尬 这样认真营业的态度也是让网友佩服 太敬业了 你们喜欢汤维吗